舒豪就像一片海洋 他有NBA那種過人的拼勁 他有刻苦耐勞 同時呢 球場外他是品德兼優啊 非常難得 很多人很喜歡他 包括我在內 所以很期待可以跟他並肩的作戰 我知道在籃球圈裡面 很多人都是很尊重他 也是很成功的很懂籃球 所以肯定是好的選擇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我對龍哥的尊重和支持 龍哥也會留在鋼鐵人的球隊 所以我覺得就是支持鋼鐵人的決定 就是他們想怎麼去做他們的決定 肯定是支持 那個怎麼碰的 乖解釋一下 藍的白的都聽我的話啊 你打成這樣 穩一點 對 我跟我們的球員講 我講一小時 一小時 一小時 你們慢著 嘿嘿嘿 走了這邊這邊 高雄的鄉親朋友們 籃球愛好者 球迷朋友們 所有的籃球長輩 我是Coach邱 邱大宗 跟大家在這裡 跟大家問候 波球賽跟帶隊比賽 是兩個不同的方向跟工作 做波球賽的時候呢 是服務球迷 那比賽呢 是要 任務是要贏球為保證 贏球才是一個硬道理 所以要帶領球隊打比賽 主要是要贏球 回報老闆 所以一些網路上 讓大家球迷喜歡聽的一些 所謂的金句啊 我盡量努力創造看看 有沒有大家會喜歡的 聖誕節也還沒到 那這個藍色白色 現在不曉得對方會穿什麼顏色 現在這個 共玩也不在這個系列 所以 目前我在努力看看 如果可以 帶給觀眾看球的時候 還有一些 值得懷念 或者是更覺得激動 我也願意 在贏球的情況下 每一個劫次呢 可以想到更好的 這種 聽眾的 或觀眾的一個刺激的點 嗯 我想大家對他們非常了解 從黃金時代球員 到P2中華隊戰跑非常多年 然後兩個一起到CBA 然後再回到台灣 參加Prosley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球員 就是先不要好高互遠 就是你要先要看看 你有沒有傑哥跟阿敏的精神 就是他們在訓練的這個態度 你要先學到這個 再來去想說 你在球場上要怎麼去超越他 不是直接想在球場上超越他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 他們兩個的訓練的話 不會知道他們 為什麼現在可以維持到 這個年紀 還有這樣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會覺得年輕球員 必須要先去了解到 阿敏跟 自己在訓練上的一個投入 應該講說 自我的一個要求吧 因為包含飲食阿 包含休息阿 這上面 就像美國 阿敏跟阿敏也是一樣 大家知道他的飲食 或者說他的訓練上面 都很刻苦 當然Q啦 Q也是在這個年紀上面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還有文成 所以我覺得 年輕的世代 你要去看到黃金時代 為什麼他們還可以在場上 真的要從他們的訓練看起 023年度人氣王的選手 QBBLEX的林瑞傑選手 富邦勇士的林瑞傑選手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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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也蠻驚訝 這麼說 那 大家都是人氣王 � 向 sos 我覺得 不是 棘貸的問題 因為 畢竟大家都有自己 所支持的球員 我覺得 在他們心中 支持的球員都是 最佳的人氣王 我覺得 不管是我 和舒華 我就 résult 參與到了 這次的 人氣王的參選者 我覺得都是大家心目中的人氣王